草屯豬肉祭公園的開發 將可望為草屯地區帶來龐大的光光效應 但開發案的規劃相當重要 議員李周中就在惠中向縣府提出建言 議員監禁弦也表示 開發案的內容一定要能夠吸引 國內外投資企業 縣政府的團隊要積極努力 觀光區的這個出發電 你知道嗎 這是何等重要的 所以說不是要用國來行論的 行論的人來問的好啊 跟賣味典兩分啊 結果是賣味典兩分啊 沒人買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拿出那個什麼 最完美的那個 誘引的時候 讓我們的七字肉物 就是在一定的 很像的神經白隊 要來投資 那個感覺就是要出來 那時候我們的國際企業 讓我們的感光 水跟電這是先決條件 一定要先改革啦 電的問題 我想那個不是問題啦 水可能如果說有大量的觀光客要來的話 那個地方用水真的是值得深思啦 所以 所以為了策略喔 我相信王次長 必須喔 我們現在基人土地要保養 要保養 來錢開來很多錢 何謂先發電小錢啦 我們找一個地方去看待一個地方 要用水的出地一定要找錢 因為那邊駐來水公司 它的管線太小 可能沒有辦法供應到整個遊樂區來使用 侏羅紀公園渴望成為縣內最大的風景遊樂區 縣府相關單位應該謹慎規劃 充分與地方民眾溝通 採納議員的建議 讓開發案成為最佳的觀光建設 明星文楊志凱 議會採訪報導